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启示录告诉我们 有末日并且有许多可怕的灾祸 而在末日可怕的审判中 神如何保护属他的子民呢 启示录第十章 让我们看到神乐意启示 他的话语赐下他的书卷 神赐下七雷 让使徒吃小书卷 天使跟使徒约翰的互动 首先我们看到有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如日同放光 脚像火一般 而重点是他手拿着展开的书卷 脚踏地脚踏海 寒叫如狮子 而有七雷要发生 当使徒正准备写上的时候 上帝说要封上七雷 不可写出末日许多隐秘的事 属乎上帝 我们要信靠于等候 而神封上了七雷 但是却赐下他 让我们所明白的启示 天使向天举右手 启示不再有时日了 要启第七号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有神给仆人先知的佳音 是的 末日有审判的信息 而对神的仆人先知而言 却是美丽的佳音 是圣明得书的日子 而约翰从天使取了那展开的书卷 而天使吩咐他把他吃尽 他吃的时候肚子是苦的 口中却是甜的 要指着多明多国多方多王 再说预言 末日对许多人来讲 是可怕刑罚的日子 但对神的子民却是佳音 却是明白神话语的时刻 而今天我们要走的路 关键在要起来认识神的话语 起来吃尽神的话 神的话语刑罚有重量 让人心里头会担忧会苦 但是我们的口中要说出 这美丽的佳音 让人同得这救恩的好处 说神的话语 传讲预言 求求帮助我们来祷告 愿你恩待我们 主要在这末后的世代 唯有你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 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 明白将来必成的事 我们心里头不要忧虑 让我们知道神掌权 让我们应着信靠你的话语 深刻的吃你的话语 主要我们心里头有个负担 主要口要说出你自己 奇妙平安的福音 救助使用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